男子拿著這爹椅 鎖定位置就坐下 不過往前一看 前方已經有許多人在排隊 大部分的人都自備椅子 坐在圍牆邊 剛剛下雨你就這樣子 他怎麼不找地方多雨 要嘛就在這 不只準備了雨傘 就怕雨勢再變大 還有雨衣可以因應 這位先生17號傍晚就來排 為了做好長時間的準備 行動電源還有飲料 全都準備齊全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 一大早人潮越來越多 隊伍沿著台中市警察交通大隊周邊 一直排下去 大部分人都是自己要來排 有的則是家人陪著一起等 10秒半就定嗎 定到要排隊 多幾個 你定都沒有幾個 沒有 再一次 度過一夜終於可以入場了 工作人員也在現場發起號碼牌 同時登記姓名 18號早上8點開始 准時發送號碼牌 民眾逐一進到裡頭 排隊現場還有車行來發宣傳單 有人一個月走幾萬塊 有人走到四個人 就是有人一個月賺20幾萬塊 這就看技術了 中部最近開放計程車司機考照登記 台中有兩個點開放報名 彰化和南投則是各有一個報名點 以前一個月名額是180人 7月開始三個縣市總數增加到了360個名額 排隊考生當中有不少人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有人之前做過外送覺得不穩定 之後想要改行當問獎 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靠跑車賺新台幣 靜新王黃崎陽 趙健林 才看到 大賊靜新王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